Covid是一个从未见过的一件事 对我们的飞行工作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觉得现在飞其实是很多风险 就是因为我们有机会是会中到Covid 但是我们可以带一些重要的物资回来香港 我也觉得是值得 上年的11月有超过100个同事 包括我自己都去了竹高湾接受检疫 飞行的时候因为很多时候都不可以见家人 回到香港也要隔离 我也避免见我93岁的婆婆 教识了她怎样用手礼电话 很庆幸可以继续跟她保持联络 刚刚疫情开始的时候 香港是非常缺乏医疗的物资 尤其是我看到平时的人去买口罩 是要排好长龙才买到 其实我自己都买不到口罩 所以我觉得香港的货物流通是很重要的 我们曾经运过口罩 运过疫苗 运一些新鲜的食物和水果回来香港 这段时间也运了很多快速测试剂 可以带一些重要的物资回来香港 给我的家人 我觉得是为这个社会出了分力 虽然有这么多的困难 但我们也会继续飞 我们也会继续飞接转发洁 进行平安 宁静的 我觉得你早快回来了 所以我的生命 我回到了 我会回来再打电话给你 好的 你要亲idi 好了 你看 好吧 拜拜 你保重身体 好的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